大S与前夫汪小飞离婚后 仍旧风波不断 其中汪小飞贴出的开支中 又已高达9万4千余元 约合人民币2.1万元的电费 最让外界吃惊 按照台湾的电费 收费标准 两个月电费9万4 那么用电大概是1万3千多度 平均每个月6千7百多度电 一个月用6千7百多度电 是什么概念呢 往年统计 夏日普通家庭 每月平均用电量为500度 住别墅的用电量 也顶多翻两三倍 最多两千度 所以一个月用电6千7百多度 还是非常惊人的 难怪网友怀疑 聚俊也在家挖矿 不过大S目前所住的 并非普通大别墅 据了解此处豪宅 位于台北市松永路 社区名叫台北信义 位于楼顶 总面积225平 换算一下 就是742平方米 还带四个车位 社区所在位置 也被称为台湾最贵的一条路 大量豪宅急剧 一下楼就是台湾最繁华的商圈 距离101大楼 只有500米 而豪宅内景曝光 用电触之多 也就一目了然了 根据汪小飞所说 豪宅的装修 是他盯着做完的 平日里 就豪气十足的他 自然装修上 也涂出一个豪字 超大面积的客厅 两个宽敞的落地窗 都不够采光 尽管是大白天 头顶的一排四个的暖光灯 也会常开 自带超大健身房 为了春夏秋冬都能恒温 光脚踩在地板上 地暖也是必不可少 而健身房里的各色设备 也是耗电的大头 此前汪小飞晒照 就曝光了健身房里的健身用品 相当繁多 仅仅是跑步机 就有三台 汪小飞喜欢喝酒 家中必然也少不了酒柜 以前晒出和大S 在酒柜前的照片 可以看到 酒柜相满一面墙 像这样的酒柜 自然不是陈列那么简单 内部设有恒温的设备 有钱人的冰箱 自然不止一个酒柜 厨房还要有一个放菜的冰箱 为了方便 客厅 可能还有一个 放面膜 或小孩子食物的冰箱 相信大家都看过卡带山 晒自家的冰箱 汪小飞家的冰箱 肯定没有卡带山豪 但740平豪宅的冰箱 应该也是普通人 渴望不可及的了 除此以外 衣帽间里 还有按摩椅 当然这些电器 还不是最烧钱的 有专家指出 台北夏天 既热 空气还不好 所以是中心 都不会开窗 所以要用全热交换器 加全是空调 加全是清净机 还没笑称 只要你呼吸每一刻 都是电费 中心 各位 我们下期探索的 中心 我们下期探索的